接下來就是我這個朋友 是男生 結果腿上有一個七 所以他愛他就像變一個女兒 所以他現在變成很痛苦 他變成一個女人外表是男人 我講的是動機 這種愛就讓他不斷輪迴 那各位在家裡最好天天都要供養 事實上石根肘子頭就代表石供養 那各位以後要背 香 花 燈 土 水果 茶 石 寶 豬 一合掌就在供養 養成習慣 但是各位你在家裡每天都要觀想 共香 翁阿虎 共花 翁阿虎 共燈 翁阿虎 一直練習 就像前面這石盤 你多看每個寺廟都會放 然後把它背下來 共香 共花 共燈 弄得很漂亮 那你以後你生生死死做設計家 穿衣服 叫你去做設計師 你都可以弄得最漂亮 因為你內心裡面有一個最莊嚴最美的 所以一個人為什麼會穿衣服 寫字很漂亮 講話很好聽 唱歌很好聽 都是有透過這種訓練 如果你鼻子容易生病阿 鼻塞阿 鼻子長得不漂亮阿 你要多供養好的香 因為這個好的香讓別人鼻子舒服 供佛 所以你鼻子的病會不見了 如果你的老公很喜歡抽菸阿 那你更要替他供香 供香以後他就不想抽菸 只想點香 他就會改變 那特別各位 你很喜歡漂亮阿 也很喜歡家裡很漂亮 像花園阿 那你一定要供花 花是最美的 所以你在佛前供養的很莊嚴 以後你成佛的淨土也很莊嚴 你住的家也會很莊嚴 所以我們小時候都知道說 小時候拜佛 我們台灣拜傳統道教比較多 拜佛教的人我們都認為說 那是很有錢的人才是拜佛教的 以前都是清朝的皇帝 明朝的皇帝才是在拜佛教的 因為代表他以前修很大福報 他才會做皇帝阿 很漂亮阿 很有錢阿 所以拜佛教的人基本上都福報很大 所以我們在台灣出家 一開始出家都沒有在看景點 每天就是在做這個 插桌子 插佛香 供花 然後呢 掃地 因為師父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讓你培養福報 而且呢 培養很謙虛 很不會驕傲 那這些福報有了 業障消了 你要看佛經就不會誤會 不然有些人看佛經 思想還是怪怪的 特別女孩子 我知道你們都很喜歡漂亮 最好50歲看起來還像30歲 那怎麼辦呢 多來擦地板 這個地板 玻璃就交給你負責 以後你的皮膚沒有皺紋了 永遠漂亮 所以一個人長得不太高啊 代表這個人沒有在拜佛了 一個人長得不太漂亮了 沒有在供花了 一個人沒有錢了 代表沒有布施了 所以我們要改變 而且各位你如果要健康 每次問到仁波切 看到他們隔西 師父你有生病嗎 要什麼藥 你供養他吃藥 你就不會生病 所以能夠供養修行人吃藥 供養很窮人的人藥 你的身體不會生病 所以我們下午等仁波切回來 我們也來供藥的錢 好不好啊 大金士在山上啊 沒有人出家人也會皮膚藥啊 感冒啊 你就用個紅包說 這是供藥的 特別會以生病的人去供養 那是最快恢復的方法 所以出家人也好 三寶就是我們可以種福田 可以得到福田的一個對象 像我這個人容易感冒 所以我現在不太容易的 因為我每次看到上司的老和尚 我就供養感冒藥 我都是日本買那個最好的 素的 腰痠背痛我就供養 腰痠背痛的藥 等你下回碰到仁波切啊 或寺廟 你再供養就可以 但是你那個時候發的怨 他就已經得到這個供養的功德 所以你眼睛不好 那你現在知道了 那你就 自己拿一點點錢在想 我這個 這個紅包是要來買眼藥水供養出家 你這樣想就好了 然後那個錢就先放著 以後有姻緣再供養 但是這個心願你只要發了就能夠埋怨 就像各位知道 耶穌陀螺 耶穌陀螺發的怨是不對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佛陀為了要得到這七朵花 所有的錢都給他買 但是佛陀這五朵花一供養 是發怨要成佛的 那耶穌陀螺發怨說 我只要他做男人我就要嫁給他 然後他出家我就不障礙他 所以耶穌陀螺就生生世世 只要佛陀來他就來嫁給他 只要佛陀出家 他就沒辦法在家裡哭 一直到佛陀成佛 他嫁給佛陀五百世 到成佛到後來才贈阿羅漢 所以意思是說你發怨很重要 一定要發解脫成佛的怨 特別我們吃素的人 一定要都在佛前供水果 因為這個水果的香味 供養佛陀 這個香味就把人類吃肉的那個欲望 那如果肉是香的都會把它消除掉 意思是說你很喜歡吃素 你兒子或者你先生很喜歡吃肉 你跟他講沒用 但是你就經常用新鮮的水果 很香的去供佛 回向給他 他就斷除他對肉的執著 他就很喜歡水果蔬菜的味道 還有一點很重要 各位如果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媽媽生病 最好的方法 還有一種就是 用爸爸媽媽穿的衣服 把它洗乾淨 送給其他的老人院穿 或是 剛講直接供養加沙 給出家人穿 因為衣服代表保護身體的布料 所以就可以保護老人家的身體 你把你老公當作國王 你馬上就做皇后了 就這麼簡單 你把你老公當作 歐彌陀佛 你就天天在極樂世界了 你把你老婆當作觀音菩薩 讓你天天修忍辱 你看他功德多大 那問題佛教就這個意思 凡夫看凡夫你不好 佛陀為什麼那麼快樂 因為佛陀看我們將來都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永遠愛我們 他一定最後就讓你成佛 所以各位你要轉變你的心態 所以喜歡布施給惡鬼道做焉共死死的 你最好會請一個 這個很便宜 你要做的時候就敲敲敲敲敲敲 然後呢他們就會來吃 謝謝你 有時候你不會念沒關係 我們會把很多咒語都刻在這上面 你只要敲的時候 像這個法器上面都有咒語 你只要敲的時候 他們就得到持咒的加持的功德 再講一次敲鼓也很重要 敲這個鼓 牛羊狗貓四隻腳的 他們就可以得到超度的意思 所以各位學佛就知道 真的是太重要太慈配 可以供養所有佛 可以幫助所有的各種痛苦的生命 所以這就是學佛很重要 我明年來依然送給你們一個小墓魚 特別我們德國的菩薩 換你去敲 好啊 好啊 只要有悲心 就算你是啞巴 你都可以度重生 這一點記住 我以前很喜歡聽音樂啊 西洋歌曲啊很喜歡 學佛以後都不喜歡 只要聽到這個就很興奮 適合出家 所以在天主教的教堂 在回教都會敲鐘 你要把它轉化 你那時候趕快念 然後它的聲音就變成佛的聲音 所以佛教不是叫你去消滅什麼 佛教是叫你去轉變什麼 你老婆在骂儿子骂得很难听 你就给他 哇他的声音可大了 都在念 都在利益众生 所以你要转化一切 相信佛的力量转化一切 现在我们要请观音菩萨加持 第三章 那现在你要观想观音菩萨的白色的光 照到我们 照到所有人 所有众生 他身上的业障 癌症 痠痛 都可以消除掉 所以各位以后 你只要在佛菩萨面前一合掌 你都不会念 一合掌 你就要相信佛的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 而且这个力量不是对你 但是你先得到 你一合掌 那么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放光 加持这个世界 所以佛陀说 你念我的名字 我供养你 因为你不念我的名字 我就没办法真实去利益更多众生 所以各位以后你去巴黎看到铁塔 你马上要观想铁塔变佛塔 所有去铁塔的都变成佛塔的价值 要转化 所以现在外面有太阳 你看到太阳 马上念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然后它就变成不动佛的光 那么阿弥陀佛 它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光 所以风也好 水也好 味道也好 看得到了都转化成为佛的力量 再来 奥三美耶撒多花 一念的时候 所有众生身体变成很干净 身体都变成佛菩萨的身体 包括我们自己 业障消土 身体变成很圆满 奥三美耶撒多花 如果你要学它的手印 它的手印一合掌以后 中间 所有众生都发成佛的愿 所以它的身口也像佛一样 奥三美耶撒多花 要这样观想 奥三美耶撒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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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最重要的 变食咒 他们现在已经没业障 身体变成佛菩萨 现在要供养他们食物 所以各位要把你的水蜜拿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念奥阿宏 变成 他想要吃苹果 他想要吃菜 他想要吃吐司 他想要吃沙拉 都会变成无量无边 念奥阿宏 就是你这一杯水代表所有世界的水 你这个米代表所有世界的食物 所以他就变出来 欧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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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念变食咒 也就是他们吃得到 鬼你给他食物 他吃不到 会变火 但是你念这个咒 那这些第一轨道马上吃得到 而且吃了以后 它至少就会升天 那之后我们引导它去极乐世界 Ong Sambala Sambala Hung 只是我们打手应会先打一个莲花 从莲花里面出现这个佛 那么少把当大了 忘了自己 Ong Sambala Sambala Hung 现在你先不要 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在想事物 都看到你的手又吃不到 你要先学会观想 好 各位观想 他们都吃到了 而且很快乐 各位念一遍 Namu Sava Dantai Do Wa Luz Di Ong Sambala Hung Ong Sambala Hung Ong Sambala Hung 我劝各位出门 忘了带钞票没关系 至少带几颗米在口袋 对不对 走到哪里 嗯 什么来什么来 对你来讲是米 对那些孤焚野鬼众生 那才是黄金啊 他们吃了还可以升天 再来各位要点七滴水 给六道 给冤青在主 要点甘露水蒸盐 它的手印只有这样 就是一只手也可以 那你要观想 每一根手指头就出现了很多 他们喜欢吃可乐啊 牛奶啊 水啊 就从你的手指头出去 有时候会讲 Namu Sava Namu Sava 这样观想 这样出去 一个女孩子很喜欢 包括小朋友 皮肤像牛奶一样 很美很美 就要念这个咒 因为这个咒的佛教 南无妙色身如来 就是它外表非常的漂亮 庄严 所以 然后由它的手就出现了 无量的甘露 那些鬼就一点都不丑了 皮肤变成牛奶 因为它们被火烧嘛 现在就变成好美 而且可以喝到甘露 很快乐 所以各位那一遍 Namu Namu Solo Boy Solo Boy Dazita On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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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i Solo Solo Nai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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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普供养 那各位就往旁边传 意思他们要衣服 他们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以后我希望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你家里门口都有一杯水 好不好 加一点点米 太慈悲了 就像你知道 你家里外面有流浪狗 你每天放一点给它 这是我们该做的 就算你住在楼上也没关系 你就放在外面的阳台 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要换水的时候 再把它倒出去 倒出去 只要你有碰到水 你就记得跟它念这个咒 所以很慈悲 我身在台湾也是个福报 因为台湾人的传统 老人都会教小孩子 门口永远要插一只香 门口摆一点水 这是一个佛教的传统 那这样以后全家平安 他们也觉得很慈悲 所以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除湿喷条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 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阿欢和阿母是两位热爱音乐的青年 他俩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后 便开始创作一些音乐作品 唉 毫无头绪啊 阿欢 既然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么一首曲子呢 我们不如换个题材吧 不 我就想把故乡的月色写出来 阿母 你知道吗 我故乡的家 就在一片大森林的边上 每当月圆之夜 透过窗户 看着天上的明月 听着树叶 沙拉拉的响声 和鸟儿的叫声 我内心就感觉特别平静 哦 晚上也有鸟叫声吗 不会是猫头鹰的叫声吧 当然不是了 当一轮明月升上天空后 森林里的歌唱家叶英 便开始她美丽的表演 叶英的歌声非常的动听 在我心里 那就是故乡的声音 我一定要将故乡的声音 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 既然这样 那不如我跟你一起去你的故乡 一起去亲身体验一下 悦之故乡 或许到了那里 我们就会产生灵感 将曲子写出来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好久没回故乡了 你和我一起回去 感受一下吧 就这样 阿欢和阿母 一起回到了故乡 他们住在了靠近森林的房屋里 到了晚上 他俩便守在窗旁 看着月亮 听着森林里的各种声音 寻找着灵感 你们俩在这里看什么啊 阿姨 我们在看月亮呢 阿欢说过 当明月升起的时候 森林里会有夜莺歌唱 可月亮已经升起那么久了 我怎么也没听到夜莺的声音啊 是啊妈妈 我记得以前一晚的森林里 经常会传来夜莺的叫声 怎么现在都听不到了呢 正因为夜莺的叫声好听 所以前些年很多人来这里捕捉他们 现在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我们在这里住了快一周了 也没听到夜莺的声音 这么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夜莺的歌唱了 没有了夜莺的歌唱 真是可惜了天上的这轮明月了 你们不要沮丧 在这森林里有一只唱歌 非常好听的夜莺 它经常会飞到湖边的树上歌唱 是吗 那我们去那里看看 天上一轮明月 树林中 一只夜莺在树关上空飞翔着 忽高忽低 忽快忽慢 最终它停在了湖边的一棵树上 它抬头看着天上的明月 然后又低头看着湖面上的月影 然后开心地叫了起来 这声音真是太美妙了 是啊 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看着天上的明月 听着夜莺的歌唱 还有风吹树叶的声音 真是太美好了 阿欢整个人都陶醉在这个环境里了 月之故乡 月之故乡就在这森林里 在这月色下 在夜莺美妙的歌声中 一个旋律立刻进入了阿欢的脑中 她轻声哼唱了起来 一旁的阿母也紧跟着哼起了旋律 那只夜莺似乎也沉浸在此情此景中 她竟然也随着他们两人的旋律 欢乐地唱了起来 这一定就是我妈妈说的那只夜莺 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美妙了 这是我听到最美妙的歌声 没错 我们月之构香 可以借她的旋律 那样的话 这首曲子一定会在乐曲大赛中 获得大奖的 哎呀 她飞走了 真可惜 是啊 我们如果能经常听到她的歌唱 该多好啊 可不是嘛 要是早知道在这里 能听到夜莺歌声的话 我们早就来了 现在可好 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 只剩下明天一晚的机会 听她歌唱了 要是我们能将这只夜莺也带走 该有多好啊 阿母 你不会也想把这只夜莺给抓走吧 如果能抓走的话 当然好了 那样我们便会有充足的时间 听她歌唱 寻找灵感了 嗯 好主意 明天我就去找阿波 她可是村子里的捕鸟高手 她一定能将夜莺捉到的 第二天 阿欢便找到了阿波 让她帮忙捕捉那只夜莺 你们两个今晚不去湖边 听夜莺唱歌了吗 不用了 我们准备将那只夜莺 带回都市里去 啊 你们不会要将它捉走吧 阿欢 夜莺是森林里的歌唱家 你们不能因为要听它美妙的歌声 而将它给抓走啊 妈妈 你不要误会 我们只是想听它的歌声来进行创作 当我们的作品完成后 我们会将它放掉的 是啊 阿姨 我们是不会伤害到它的 阿欢 那只夜莺我帮你抓到了 是吗 真是太好了 阿波 你可真厉害 阿波 你怎么把鸟笼都给照了起来 夜莺在里面会闷慌的呀 这你就不懂了 养鸟的人都会用这种方法 让在龙子里的鸟免受惊吓 慢慢地忘掉原来的环境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就这样 阿欢和阿母带着夜莺回到了城市里 可是离开了森林的夜莺 一直紧闭着嘴巴 不吃 不喝 也不吭声 怎么会这样啊 它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不如我们再用黑布将笼子照起来 然后我们再哼唱曲子 搞不好它就会像上次那样 跟随着我们歌唱起来 嗯 现在也只能这样试一下了 阿欢和阿母轻轻地哼唱了起来 没有了山林 没有了风和乐 这曾经美丽的音乐 竟是如此干比 如此生硬 如此丑陋 夜莺 再一次愤怒起来 黑暗的笼子里 夜莺在不停地登足山翅 然后 快速朝笼子的一脚冲去 朝着黑幕 狠狠地灼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哎呀 它在里面 可真不能适应啊 动撞一下 吸咬一下 这样下去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阿波不是说了吗 这样关它几天 等它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就好了 夜莺生平第一次的奋力灼击 是在蛋壳里 当蛋壳被灼破后 呈现在它面前的 是一个月白风轻的世界 一个八音和鸣的世界 现在 它又一次接一次的灼击黑幕 它在靠求着自由 寻找着夜色中那美丽的月亮 完全没有感觉 我们写出来的曲调实在太糟糕了 是啊 我一直在努力回忆那天晚上的情景 湖边 风声 月色 你我在低声哼唱 而那只夜莺也伴着我们的曲调放声歌唱 这才是月之故乡的旋律 对了 说起夜莺来 它今天已经在笼子里吵闹折腾一天了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去看看吧 诶 它现在怎么这么安静啊 它不会已经习惯笼子里的环境了吧 你看 月亮已经出来了 我们打开黑布 让夜莺看着月亮 尽情歌唱吧 嗯 好的 哎呀 怎么会这样 难道它死掉了 没有 你看 它还在动呢 笼子里的夜莺闭着眼 抿着嘴 微微地喘着 他听到对话声后 快速睁开了眼睛 他一眼看到了窗外天上的月亮 夜莺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一下子窜了起来 朝着月亮的方向冲去 结果 他直接撞在笼子上 然后重重地跌落在笼子里 不行 这样下去 它会死掉的 那这下 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 把它放掉吗 没错 我们得送它回家 只有在那里 它才能活下去 并愉快地歌唱 阿欢和阿母 带着夜莺 连夜赶回了故乡 他们直接来到湖边 然后 将笼子打开 夜莺 回家了 对不起 我们不该带你离开故乡的 你听 他又开始歌唱了 是啊 只有回到自己的故乡 才能唱出美妙的歌曲 我们也只有身临其境 感受着故乡的风声 药题和柔美月光 才能写出 月之故乡的曲调 嗯 你说的没有错 阿欢和阿母 再次留在了故乡 他们终于创作出了 那首美妙的 月之故乡 并且凭借这首曲子 获得了多个大奖 这首曲子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 是故乡的夜莺 故乡的乐 既是我们的情怀 也是那只夜莺的情怀 他自愿为故乡的乐歌唱 离开故乡 他宁可死掉 这就是他的恋香情怀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恋香情怀 佛对一切众生 早上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我们要以佛为榜样 慈悲爱护一切众生 愿各位早日成风 光顾一切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